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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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有事啊 知道你忙 就耽误你两分钟 什么事 昨天的事我跟我妈说了 我妈的意思是 看你父母什么时候有空 最好能正式见个面 行啊 那我问问我父母的时间 咱们在外面找个饭店 在外面见比较方便一点 可以可以 这听你的 你找我就这事啊 不 还有一件事 我今天去找姜天兰了 还是茉莉的事 你也知道在茉莉那儿 她说一句顶我说十句 虽然说 你答应了我的求婚 我特高兴 但茉莉这一关我必须得过 嗯 我知道 这一点我的立场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无论是以前咱俩谈恋爱 还是现在要结婚了 我一直都说 第一个要尊重的 就是茉莉的态度 如果姜天兰真的愿意帮忙的话 我真的很感谢她 她 嘴上虽然没答应 但是我想 她一定会尽力的 行 那咱们就等消息吧 我相信一定会是好消息 对 正好两分钟 往去吧 那行 那我先回去了 好消息 好消息 姜天兰 天挺热的别干了 来杯冰咖啡 我不渴 让你喝你就喝嘛 你能不能别老顺着我干活 干你自己的事去 我跟你说 江天兰 也就是你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其他人的话我早就 好消息 又没锁门吧 我就是通了一个 疯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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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样说 能让你心里好受些 妈没关系 妈这是这几天 总是睡不好觉 总想着 怕你心里承受不了 怕你太难受了 所以妈妈今天就 向东 出去 向东你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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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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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怪他 他这人就这么奇怪 但他其实人不坏 大人 向东无论怎么对我 都不是他的错 我不怪他 只怪我和他爸爸 说实话 您家里的事 我多少也知道一点 向东跟你说的 初老师跟我说的 你去过敬老院了 他带我去过 我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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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啊 姑娘 坐啊 姑娘 我说的 哎 舍东 你可也不坏了 我说的 我过去 从今天开始 我谁也不跟 我没有爸爸 也没有妈 一个九岁的孩子 他能说出这样的话 都是我和他爸爸做的念 我们那个时候 有门心思 鬼迷的心窍地想赚钱 我们呢 就认为 有了钱 就什么都不愁了 可没想到 钱是有了 儿子没了 我不怨他 只愿我和他爸爸当时 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那个时候 我们几天不回家 回来就吵翻了天 如果那个时候 我们能少吵进去 能多看一眼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的向东 这个孩子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的 我说实话 想到能有今天的成绩 靠的全是他自己 我这个当妈的 真的是太惭愧了 所以我每次来 哪怕是他在骂我 我都高兴 我最怕的就是 我最怕的就是 万一有一天 我连骂都不骂我 那我在他的心里 就是死 阿姨 您别太难过了 其实刚刚是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也以为他就是一个自私自利 目中无人 仗着自己有了钱就欺负人的一个富二代 我甚至想过 这得什么样的家庭 才能教育出这样的孩子 可是后来 慢慢地接触久了 我才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 只不过有点慢热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他跟楚老师在一起的时候 那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 跟着小孩子似的 他能够因为楚老师的一句表扬 高兴好几天 也会提前一个多月 就给楚老师 亲手准备生日礼物 其实我那个时候 心里也明白 他是把对您 和对他爸爸的爱 全都给了楚老师 他之所以心里怨恨你们 其实他是渴望 渴望一个完整的家 渴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在身边 所以阿姨 你千万不要放弃 你一定要化解他心中的这种愿 虽然我只是一个保姆 虽然我只是一个保姆 我也不知道我能帮你们什么 但我会尽力的 我也不想看到他带着这种愿 一直顾下去 你说 向东 他还原谅我吗 如果我是你 我就再试试 他已经被抛弃一次了 你不能再抛弃他第二次 你不想让他阅电 我会泪 你不想让他 说他不想让他 你不想让他 帮我 你不想让他 然我看到他 他就想让他 你不想让他 派向东 披静的事 别跟我提一段 你童年到底受过多大的伤害啊 你要这么对你的父母 我不想说这些 那段日子已经在鸡肉末出了 给你说个秘密 我自己的秘密 其实我妈 她不是我亲妈 我亲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差不多像茉莉这么大吧 就去世了 我爸娶了现在这个妈 其实我后妈人挺好的 对我也好 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重话 有时候 还要看我的脸色过日子 可能那个时候太小吧 怎么都接受不了她 我从来都没有交过她一身妈 我爸因为这个老打我 他越打我我就越低出 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恨我爸 一恨就是三十年 而我妈就夹在我和我爸中间 微微曲曲地过了三十年 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能记得 我亲妈抱着我 哄我睡着的样子 我那时候就在想 如果我亲妈活着 我就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 我越想 我就越恨我爸 知道前段时间 我们家遇到了一些事情 我才突然发现 我走了 我真的不该这么对我爸 但我小的时候 他只是方法用错了 但他真的很疼爱我 我妈对我 比对她的亲生闺女好多了 后来我跟我爸道歉了 我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 我很庆幸我自己 没有一直地 这么执迷不悟地恨下去 我们这么多年的心结 就这么解开了 我相信你知道 我跟你说这些的原因 叔叔阿姨在你童年的时候 他们疏忽了你 造成了你心理上的 缺憾和阴影 他们也知道错了 他们希望能够 求到一个 让他们重新弥补 改过的一个机会 你为什么不能给他们 这个机会呢 你为什么不能给他们 我相信 他们已经死了 你要真的认为他们死了 你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知道他哭得有多伤心吗 我看着都不忍心 他都这么大年纪了 你怎么能够忍心呢 当我想喊他医生妈的时候 他在哪儿 韩翔东 人这辈子没有不犯错误的 小孩子犯错误我们能够原谅他 为什么大人犯了错误 你就不能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呢 你是一个医生 你治好过很多的病患 给很多的家庭带来过新生命 新希望 你有没有想过给你自己 治一阵的新病 你妈一而再再而散地求你 你都是这种态度 其实你这个很善良的人 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 得到快乐 给他们一次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你相信我 只要你迈出这一步 你就会感受到亲情带给你的幸福 是怎样的美好 你再听我说话吗 你再听我说话吗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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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完了 来来 回来正好 我跟你说啊 这酒店我选了好几家 你好好看 看看 还有啊 日子要是太近了吧 恐怕是来不及了 我看就选了十一吧 正好双喜临门 国庆 家庆 咱们一块儿庆了 行啊 大篮子 销利够高的呀 必须必呀 那就得趁热打铁 要指着你呀 我估计一年半来 那儿媳妇你是给我娶不回来了 得了吧 我逼你着急 你比我着急 我问你啊 我让你跟那个敏秋说 约她爸妈见面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 对了 忘跟你说了 她爸 她妈就是特忙 所以一直没约上 等约上之后我再告诉你吧 这 怎么了 什么事比她闺女结婚还重要 不是 是这样 就是她爸 她妈都是大学教授 所以那种什么科研项目什么的 就是 一直就明白吧 是吧 明白 大学教授你们俩好奇的 推销以前我还是工会干部的 结婚 那是大事 我跟你说啊 他们家限定的态度可是不行 你得跟你说说让他们重视起来 你 你让我跟人说什么呀 不是 说让他们家重视起来干吗 凭什么就咱们家一剃头掉的一头热呀 他男的 我跟你说 现在不是说人家不重视 我觉得是你太着急了 臭小子 什么叫我太着急了 你说你长点心眼 你想想看 现在还没有结婚 人家对你就这种态度 要结了婚呢 好 明白了 这么着 哪天我把敏秋约来 然后你自己跟她商量 行了吧 别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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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你得定一个呀 这是你自个儿事都不重视啊 合着合着我一个人着急 有什么用啊 行行 我刚才看哪个了 让你去 有一个 哪个 对 就这个 就挺好了 我看了 其他的你定 相信你 圆满天下一切 美好缘分的庭院 这还真不错啊 回来了 你这是踩着脸在这儿等我呀 对 我就是 那个 顺路那个买了个蛋糕 拿给茉莉吃 今儿不是茉莉生呀 我知道 你 你吃 也不是我生呀 对呀 反正你们俩一块吃 不是送蛋糕这么简单吗 又什么事啊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 早上我求你那事 你跟茉莉说没说 我都还没见着茉莉呢 对对对对 那你 那你看 那个 等茉莉回来 你能跟我美言几句 我今儿晚上能得到一准信吗 不急啊 不急 你这还叫不急啊 是不是茉莉一答应 你今天晚上 你俩就搬一块住了呀 晓晓晓晓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 这好像我多少天 没见过女的 这忙你能帮就帮 帮不了跟我说 我自己跟茉莉说去 你自己说去我帮不了 我不直接跟茉莉说 是怕伤害她 所以我才通过你 是不是啊 通过你想把这件事办得 委婉一些是吧 婉约一点 茉莉要真不答应 你就不跟那女的结婚 对呀 我上午不是跟你说了吗 只要闺女不答应 我是不可能再婚的 我不能因为娶一个杜敏秋 就让茉莉恨我一辈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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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过来过来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快过来呀 快过来 快过来嘛 过来啊 怎么了 坐 我今天茉莉得了一百分呢 茉莉也都能得一百分啊 真棒 前面就我一个一百分的 你说你想怎么奖励我呀 你想让妈妈怎么奖励你呀 我想让你带我去小爸家弹钢琴 小爸家哪有钢琴啊 我让他买不就有了嘛 反正小爸有钱 你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的 别人有钱是别人家的事 以后你要再让妈妈知道 你总想让人家给你买东西 妈妈就真生气了 不能这样 知道吗 妈妈也有钱 妈妈在给你攒钱呢 再给我两个月 我就给你买一家大钢琴 放哪儿啊 我卧室里 好 赶紧放你卧室里 嗯 妈妈 对了 我新学了一首曲子 我弹给你听啊 等等 先不弹啊 妈妈想跟你聊会儿天 你说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如果你爸爸 真的跟杜阿姨结婚 不要好妈 我爸要是跟他结了婚 就不能跟你复婚了 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 爸爸和妈妈已经分开了 不管爸爸将来娶不娶杜阿姨 妈妈都不会回到他身边了 你也知道 爸爸是个很粗心的人 以前有妈妈在他身边的时候 妈妈可以帮他洗衣服 帮他做饭 他生病的时候 妈妈还给他喂药按摩 现在奶奶年纪也大了 他们都需要 有一个人在身边照顾他们呀 嗯 阿姨啊 你就当是 他们请了个保姆 是像你照顾小爸一样吗 对啊 就像 也不全一样 嗯 总之我知道 莫莉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 你还进不去跟你小的时候 不管你喜欢什么 爸爸妈妈都愿意进你买给你 为什么 因为我们爱你 现在爸爸也有他喜欢的人了 如果因为莫莉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爸爸就不能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 他也会很伤心的 我知道莫莉很爱爸爸 也不想让爸爸这么伤心是不是 嗯 好了不哭看看你 记住了 妈 虽然爸爸和妈妈分开了 但是无论将来爸爸和谁走到一起 你都是我们最爱最爱的宝贝 嗯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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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进去吧 妈妈还有政官 我晚上来接她 我早就跑了 来 我来 这个人 她知道 你去哪里 他的男人 你去哪里 他是不是 他一直在做 那你会吐 我这就知道 这个人 你别理解了 你不看到 那个人 天岚 谢谢你啊 不用谢 我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我女儿 不管你是为了谁 都要谢谢你 谢谢 我等你 满夜 把后人跳下 我跟你说 你愿意住着你自己住 我归你才不是这么乱对我 明天在法院间 莫莉的狗小姐 我抢了电话 你这辈子干什么都为了你自己 是我当初在医院 你妈把我骂的狗血淋头的时候 哪怕你帮我说一句话 就算你妈拿着脏盘 让我的脖子 我都不会跟你离婚 再让离婚再半年 你真的能那么快 哭了 就再婚了 我来 是想告诉你 我跟秉萱要结婚了 但我答应过我归人 只要是她不点头 这辈子我怎么会结婚了 我那么喜欢你 那气象片看看你 放手吗 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 只剩命 在黑的夜都会亮起 在闹的街都会睡去 再一次将我 交给你 莫莉莱 吃个冰激凌吧 特意去那个小店 给你买的 你最爱吃那种 吃一口吧 要不都化了 莫莫莱 莫莱啊 其实 你是不是真的 特别喜欢图阿姨 对 但莫莱 我答应过你 如果说你不点头的话 爸爸是绝对不可能再婚的 你要是想结婚你就结吧 我爸真不挡乱了 莫莱 你 你是不是还生骂骂气呢 不是的 我是认真的 你可以和别人结婚 我不会不理你 也不会离家出早 更不会让小爸跟你打架了 你 那什么时候你同意了 你也不讨厌 杜阿姨了是吗 我还是不喜欢她 还有那个顾小雨 不过你喜欢就好了 反正又不是我和他们结婚的 可是 杜阿姨特别特别特别喜欢你啊 我才不用太喜欢呢 不过你放心 我说了不打乱 就会说话喧话 你们去接你们的婚吧 不用管我 宝贝啊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呢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我不考虑谁我都得考虑你啊 我不管谁我都得管你啊 你看着我 莫莉 真的相信爸爸 杜阿姨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阿姨 咱们再跟她多接触接触好吗 多接触接触 我相信你肯定会喜欢上她的 我也不要喜欢她 我又是喜欢她了 我妈妈怎么办 我妈说 你要是不能和杜阿姨结婚 你就会很难过 我不想看见你难过 也不想看见你再爱小巴打 所以你们可以结婚 我也可以和杜阿姨一起去骑上行车 但是你不能勉强我喜欢她 可以吗 可以可以宝贝 不哭啊宝贝 你说什么爸爸都答应你 都答应你 都答应你 你说什么爸爸都答应你 都答应你 都答应你 算是一条艺 通常的方法有 寄重法 称重法 记账法 化学 化学 化学分析法吗 询问法 实附评评 一心不能二用 老师没教过你 我这都要考试了 没记住呢 别烦我 有那么难吗 你当我是你啊 现在年纪大了 记性也不好 你也知道你记性不好 那还不认真复习 笨鸟线飞的 来 行行行 别干了 别干了 你干嘛呀 跟我来 你干嘛呀 你干什么呀你 从今天开始 你只管复习 你的活 我再找个人帮你干 我就是个保姆 你再给我找个保姆 你这不是笑话吗 为什么不行 哥有钱 姐没着面 光拿钱不干活的事我可干不出来 那我干总行了吧 你就不用替我操心了 这些事情我能够安排好 江天蓝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肘啊 明我帮你报的 学费我逼你交的 你要是考试通不过 那我多没面子呀 行啦 好好复习 中午饭我来做 等着啊 他来做 新鲜的果汁来喽 喝了再复习 谁让他们进来的 我 出去 向东 我们来是想和你商量件事 不听 出去 向东 我们今天来是想告诉你 我们打算复婚了 出去 向东 这件事情 其实我和你爸爸已经商量一年多了 就想找个机会跟你说一下 小的时候 我们没能给你个完整的家 希望现在能够弥补 过去我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你就给我们一次机会 对 说我挺感人啊 钱穿够了 女人玩够了 想换一换口味了 演绎出父慈子孝的戏码 向东 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们 可是过去那些事情 我和你爸爸是无法挽回的 我们保证 一晃再也不吵了 再也不分开了 你们拿什么保证 从头到尾 你们都是为了你们自己 赚钱是为了你们自己 离婚也是为了你们自己 现在后悔了 想弥补心里对我的愧疚 就要复婚 说到底还是为了你们自己 要不理解 就要不认为了你们 我今天给你面子 不红了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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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中的那一天 一段多少年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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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